那就是說老沈的意思就是說 哎呀 這個沒意思 到底是 是不是臺語講的 沒有魚 蝦也好 還是我蝦都不要 不是蝦 你進WHO 當然是魚嘛 那你能夠參加WHO也是個蝦 連不讓魚都不是 有的人認為說能夠參加 能夠做到裡面 至少也可以跟人家哈啦哈啦 交幾個朋友也總算好了 至少你在這種狀況之下 總是能去都比不能去好 只是說人家現在不給你去嘛 你想去也不給你去嘛 好吧 另外一個今天要討論議題是 臺灣被說要美國納入核子保護傘 到底是怎麼回事 什麼叫核子保護傘 就將來老共用核彈打臺灣的時候 美國保護我們 那怎麼保護呢 核彈已經打到怎麼保護呢 那就美國用核彈打大陸的意思 就是說如果大陸用核彈打臺灣 美國用核彈打大陸 這才有核子恐嚇嘛 什麼叫核子恐嚇 就這個意思嘛 美國不是有五千多個核彈頭 他最近說他一千多顆 我記得是五千多顆 俄羅斯有五千多顆 老共大概三四百顆 那萬一俄羅斯先發了 美國就把俄羅斯也毀了 不管從從這個核子潛艇 或是從海外基地等等 好 那麼說 不要把臺灣有含在這個 核保護的這個傘之下 那這個吳釗燮說 這個相關討論 我們不宜公開說明 但是這個媒體是說 吳釗燮在那邊裝神弄鬼 故弄玄虛 不需要討論 好像義父在討論 臺灣需要什麼核保護 為什麼大陸會用核打臺灣嗎 大陸會用核彈打臺灣 你去想這道理 大陸要打臺灣 他需要用核彈嗎 大陸如果真的要打臺灣 自己再想想看 我再問他需要用核彈嗎 如果他大陸根本不需要用核彈打臺灣 那臺灣需要什麼核彈保護呢 是保護誰啊 是怕美國用核彈打臺灣嗎 我現在越來越 這可能現在比較大 把臺積電炸的 這是美國人想出來的 到時候讓你臺灣不被老公拿去 搞不好我先把你炸了 看用什麼彈再說吧 所以大陸怎麼樣也不可能用核彈打臺灣 大陸如果敢用核彈打臺灣 我這邊講 大陸不管誰下的決定 是千古罪人 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那你等於是在臺灣 你就要把臺灣整個滅絕嘛 他們敢做這個事嗎 那你現在把臺灣納住 你的核子傘保護 你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核保護傘通常都是在盟友 才有可能 都是有共同防禦條約的 比如說北約就是集體安全 所以如果俄羅斯對歐洲打核彈 那美國就直接在德國意大利比利時 就裝核基地了嘛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吳釗燮在講什麼 說實在 我覺得有一些政策 一些國際政治的背景都是客觀 這沒有例外 沒有例外的情況 他一定要跟你有共同防禦條約 比如說日本、韓國 或者是你們有那個多邊的 像北約這種東西 不過我倒是覺得WHA 這個議題也考驗侯友誼 他要不要把話講清楚 說有九二共識就可以參加WHA大會 沒有你就是參加不了 謝謝 不是 因為事實上就是這樣啊 不然馬英九當初 林作源怎麼能夠去WHA呢 就是因為有九二共識嘛 不然你怎麼進得去